我幾乎忘記有皮的感覺 這有三字灰降臨了 洪水阿偉今天為各位介紹來自青森 最好吃皮最薄的蘋果 來 準備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是象馬的 22羽 這個尺寸真的很稀有 你這麼大顆 三字灰超級稀有 一年只有10天的產季 來看一下非要不多說 拉開來 我們現場開箱到底有多漂亮 看一下來 準備囉 打開 來 請我再給你看一下 來 象馬生之灰 來自22羽最高級別的 哇 看一下 整顆夠大 夠脆 重點是皮很薄 仔細看一下 完整的就是這個顏色 很鮮豔 重點是喔 以青森來說它皮是最薄 幾乎沒有皮感的蘋果 你信嗎 來看一下 來 我們直接把它切開來看 來 我們用切的最準 生之灰回去阿 日本蘋果都是一樣注意一下 日本蘋果不需要削皮 不用削皮 只需要洗乾淨就可以吃了 但是皮感呢 來看一下 喔 欸 有噴出來耶 大家看一下來 切下去 欸很好切耶 這麼小刀 哇 看一下 哇 看一下這個皮 很薄 沒有皮感 我幾乎忘記了 皮的感覺 神之灰 一年最後十天 這一組 皮薄 香細重 脆肚OK 這一組啊 保衛其樂 紅水果 強烈推薦 神之灰 你吃過了嗎 這真的 青森王者神之灰來臨了